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着家味去远方 身在他乡 心系家味 我是从陕西 陕南来 陕西家味甘蔗酒 唇香助力传家菜 出香味 香糟分三次入菜中 这其中有何妙招 这时候还要铺一层香吗 是啊 这是热道菜的灵魂 光是辣味菠仔饭 不糊锅有两大叫门 那我先卖个关子 带着家味去远方 家味长长半身旁 您看这假期结束 马上就要上班了 当时回家的时候 是满满的行李箱 现在回到上班的地方 也是满满的行李箱 这里面是什么呢 都是满满的家的味道 今天我们有请了两位嘉宾 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 他们各自家的味道 来 有请我们两位嘉宾上场 大家好 这么多好吃的 这么多 您二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带着家味到远方的李平 那您是从哪里来 又打算把这种家的味道 带到哪里呢 我是从陕西 陕南来 我的女儿在北京工作 把家的味道带到北京来 顺便又照顾她 又给她做这种家的味道 对 您呢 我是在北京工作的月菜大厨 我叫邓建飞 对 您二位呢都带来了各自家的东西 我看您带着一条手 平平罐罐 您这个你猜猜吧 我能开着闻闻吗 可以呀 来 我闻了啊 闻我 闻我 大厨 我一看您伸手就知道 您也想闻闻 这是什么吧 这是发酵的东西 这是我带来的香蕉 也是我做这道菜的灵魂 那您这瓶子是什么 瓶子呀 是我们当地酿造的甘蔗酒 我们那儿家家户户都会酿酒 可以说我们是家家都有酿酒房 户户都有美厨娘 没问题 一会儿呢 我们看您给我们做这个 您家的味道 这边广东大厨 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这个是腊肠 这个是腊肉 腊肉 今天刚回来上班嘛 所以我就把家乡的味道 带到北京来 所以您二位今天谁先做 姐姐先做吧 姐姐您先做 您今儿要做到什么菜 香蕉肉 好嘞 您做一什么 我做这个 大家都家喻户晓了 带来一道特别地道的包仔饭 家喻户晓了 是 您好说您的香蕉肉 还没家喻户晓了 我现在一做 大家都知道了 就等您这句话呢 好吧 来 这个肉呀 是我从家乡带来的黑猪肉 我们要烙一下 一是眉毛 二是通过烙以后 颜色会好一些 您听啊 这声音噼噼噼噼 实际上就是这个毛 这高温给它了掉 对 已经有小泡泡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把这个肉放在锅里 肉皮朝下 放上我们的八角 放一个香叶三到五片 葱四到五段就可以了 好嘞 姜三到五片 咱们这时候要等多长时间呢 五到十分钟吧 我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你猜猜是什么 要不然就是香刀 要不然就是酒 酒 这是我从我们老家 我表妹酿造的 为什么陕南地区适合酿酒 陕南地区包括汉中 安康 商洛三世 北靠秦岭 南以巴山 汉江自西向东 川流而过 雨热同济 空气湿润 优越的气候条件 让这里多产 适于酿酒的农作物 另外 其汉中地区 更是四面环山 气流流动小 很适合微生物的生长与繁衍 非常有利于酒的发酵 出香味 差不多成了是吗 我们要把肉捞出来 用披油纸把水吸干净 把里面的水吸干 等一会儿炸的时候 它不会泵水 现在呢 我拿着牙签 把肉扎些小孔 其实我很喜欢大姐这种方法 您拿一个牙筋 擦一擦 是吧 连剑条人的都治好了 这边呢 我给您做油了 好 还有蜂蜜 抹上蜂蜜 这样的颜色炸出来 会金黄色的 口感也特别好 就这种做菜的手法 其实也就是家里的菜 您这个做法 是不是跟家里人学的 跟我母亲学的 我们每年过节的时候 就想盼着妈妈的味道 就想吃到这个香蕉肉 我妈妈现在年龄大了 已经把这个传给我了 我的女儿在北京工作 所以我就带着妈妈 传授给我的这种家的味道 然后我来到远方 给她们做 让她们记住乡筹 大姐跟我说这方法的时候 其实眼睛里呢 已经沏着泪水 家其实并不是 简简单单的一个字 简单的表现在了食物上 是家里的一种味道 也是我们传统文化 一种孝道和爱的一种传递 一两谁帮我炸炸肉 我来切红薯 我炸肉 肉是不是肉皮朝下 肉皮朝下 非常的完美 油温不能太高 第一 其实炸一下上嗓就行 不要太 哎呦 已经糊了 哎呦 已经糊了 你看你俩这事干的 给我都炸糊了 我本来是想炸成虎皮色的 谁知道你俩给我炸成黑颜色了 不是 你得帮我刮刮 稍微刮一刮这个肉皮 红薯水也要炸吗 是 我把红薯分两块 切成粒心块 我来炸吧 这下我来炸 阿姨已经不信任我们了 阿姨你就来炸了 我已经不信任你们俩的技术了 我自己炸 这个要炸到什么样子 炸到皮有一点庆祝 金黄色的 炸得太润 你蒸它会成了护状 现在我们的红薯已经炸好了 红薯也炸好了 这已经完全定型了 咱下一步要做什么 切肉 我这个肉还有蒸一个半小时 所以切出来肉会带着红红的颜色 真是家的味道 各家各个各家的绝招 是的 我的刀光怎么样 特别好 一看你就在家里经常做这道菜 一般我们摆放这个肉片的时候 也有讲究 你说说 讲究那个肉皮要超下 翻起来的时候很好看 叫翻碗 叫翻碗 对 我现在给上面抹一层香蕉 这是我妈妈做的香蕉 打这个玉米的时候 要泡的时间长一点 泡个一个小时都行了 现在就把甜酒柱子 我们就拌进去吧 为了保险期间 把这个中间弄个窝窝 然后在窝窝里头放一些酒区 然后把这个小洞洞封是 现在把这个淋点水 到水淋上 弄上一层食用薄普 帽子 涮 dissol 把它盖上 然后再用一个干净的毛巾 把它捂起来 捂起来保暖了 这个毛巾弄得比较保暖一些 就是现在给它弄了一个 懒懒的一个锅 这下来我就要放冰糖 将来出来的是 有酒 绵肠 又有肉的润滑 又有甜而不腻 这种感觉 很好 再摆上红薯 要摆瓷尺一点 这样的话翻起来 它那个汤汁不容易捏出来 我还要放上枣子 一般我们脂肪四颗枣 那为什么脂肪四颗枣呢 刺激平安 再放上香糟 这时候还要铺一头香糟 是啊 这个香糟是入在红薯上 分层次地构建我们的味道体系 冰糖再放上 这样的话更加入味 现在我们可以找张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这个蒸汁的水不容易进去 能保持它这个香糟肉的 纯正的味道 这下我们就可以上锅了 上锅蒸 需要蒸多长时间 大致一个半小时 我先勾个汁吧 倒上我们准备好的白开水 拿个小碗 调点淀粉汁 来 您用的这是什么淀粉 我怎么看得跟我们的颜色不一样呢 这是我们老家带来的土豆粉 土豆粉 给锅里再放点白糖 再加一点香糟 这个时候还要加香糟 是 你看这香糟我加了三次 因为香糟呀 就是这道菜的灵魂 所以它一定要入味 入到肉里 汤里和红薯里 勾签了 好 这时候我发现姐姐用的都是中火和大火 快速地放进去 让那个淀粉很快地呼唤 这个汁已经勾好了 然后我们再放上枸杞 点缀一下红色 现在蒸了一个多小时了 估计也该差不多了 一 二 三 哇 好漂亮 两层香糟 一层跟肉结合 一层跟红薯结合 然后还有这个枣的味道 现在一打开满屋子 都是那种 就是丰收的味道 那种甜蜜的过节的味道 大厨咱们一起帮它 来 扣出来吧 您这边叫翻碗 扣出来 扣出来 来 成功 压一下 压一下 你看这个是专业厨师 告诉我们的这个诀窍 其实这道菜 是要给自己的小女儿的 您小女儿是不是已经来到现场了 来了 还有我孙女 还有孙女 对 来 邀请我们的小女儿 还有孙女儿一起来 给我们品尝这个闪男的家的味道 欢迎 这漂亮 李师傅打招呼 你爱吃姥姥做的香草肉吗 爱吃 爱吃 特别羞涩 嗯 姥姥做的菜尝一口 哇 好甜的感觉啊 好吃吗 姥姥做的菜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谢谢 姥姥会天天给你做的 我感觉这就是家味 这就是浓浓的母爱 浓浓的这种家乡情 特别感动 您是不是现在也会做这道菜 对 未来会给我们的小宝贝做 肯定会 以后我会把这道菜一直传承下去 这就是我们回家吃饭 让更多的人有家的味道 让家的味道传到了远方 随着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够记住家的味道 所有成分来自熟悉食材 我的私藏鲜法 太太乐原味鲜酱油 叫您回家吃饭 将肉皮放在锅里烙一下 锅内放水 加入葱 姜 八角 香叶和甘蔗酒 将肉焯一下水 肉皮表面扎小孔 抹上蜂蜜 炸到表面金黄 红薯切成块 炸到金黄色 炸好的肉切成片 把肉片码在碗里 肉放好之后 加入香苏 红薯 红枣 最上面再铺一层香苏 加上冰糖 封上保鲜膜 上锅蒸一个半小时 锅里加入水 白糖 香苏 水淀粉煮开 蒸好的香苏肉 扣在盘里 加入香苏的汁 就可以了 给大家说一个重点 香苏要分两层码 放在碗里 这样肉和红薯都能入味 你看这温度上来 想想就像了 这里边我先卖个关子 接着我们还有第二步 让它不容易出锅的 一口下里 里面一股热的辣 在我的上肠 广东人都爱吃 是一个非常热气腾腾的 没错 没错 对吧 我今天做的一个 是我最尊重的家味 所以我从这个酸料上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我也准备了腊肉和腊肠什么的 您给看看 一样不一样 首先我们这个 从颜色上就不同 是 您那个鸭子 没有经过这个熏制 所以它是白的 从加工工艺也说 下料上都是不同的 就拿腊肉来说 您可以闻这个 两个腊肉不同 又酒香浓郁 这个 烟熏的味道 然后像我们这个肠 四川的肠 它们一般情况下 是猪大肠来灌的肠 我们广东腊肠没有大的 全部是小的 所以辨别广东和其他地方 做的这个香肠 我们从这个颜色 颜色 包括它的大小 都能够分别出来 这个也是淡淡的酒香 是的 我有一个疑问 广式香肠 需要再加工一下 不能够直接吃 哈尔滨人可能不理解 哈尔滨香肠都是熟的 是 直接可以吃 为什么到了广东 这个香肠 它有这么大区别 像我们这种南方区域 它们都是用这种生肠 生的 为什么呢 北方的气候 冷的天气会长 对 它不需要这么多风干的东西 那南方的它温度高 所以它的这种辣味的品种 会更多 所以各有各的风味 没错 咱说了这么多 要不然咱开炼吧 好嘞 这个就放一边 好 这个放一边 饭饭饭 里面肯定有米 我看您还专门带了米 没错 这个米是我自己专门带的 您看一下 这个米粒好像长一些 广州最有名 一个产米的地方 那叫蒸橙 蒸橙呢 它有一种米叫丝苗米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细长 为了节省这个时间 我们先把这个米饭焖上 焖上 对 您还专门从家带来了 这个大的这个沙包 这里边呢 其实要快速一点的话 我们直接加热水就好 好 对 这个米呢 是我大概提前一个小时浸泡过的 它让里边吸饱的水分 大概15分钟左右就做好 哇 听好了 15分钟 眼睛不要眨 然后加水呢 一般情况下 就是把米弄平了之后呢 大概一节左右 一个手之动 一个手之动左右 对 就差不多了 煮包炸饭呢 不让它糊锅呢 有两个步骤 一个步骤呢 是在开锅之前一定要搅动 我来帮你搅拌 姐一看就在家里经常干活 闲摸住 这里边呢我先卖个关子 其实我们还有第二步 让它不容易糊锅的 第二步 咱们慢慢听 那大部分人切这个腊肉 腊味的时候呢 它会切片 在我们老家一定要切块 为什么要切块 为什么要切块呢 等一下你吃的时候 它里边的油汁一咬下去 它是爆汁的感觉 你看就这个量对吧 这是一份的量 是 你看腊肠 很多时候也是切成片 其实真的不好 它们斜的薄薄的 没错 就那么一层 这么大段 没错 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吃煲仔饭 真的迄今为止 我吃到的没有切 这么大个的 五六的大段 这辣鸭要怎么斩吗 辣鸭 就给它剔下来就好了 好 直接剔下来 这个板子比较滑不好剁 好嘞 而且这个还要用锅 本身是生的 对吧 来我们换这个蹲着剁一下 行 这个辣鸭呢是比较 稍微咸一点的 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 有一部分就好了 但是有了辣鸭的这种风味 它的油汁提香 没错 好了 就这么多 阿姨这边块差不多好了 现在就有点周壮的感觉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抹平一点点 然后就盖上锅盖 阿姨你还得您帮我个忙 然后呢 现在烧的时候呢 就烧锅边 烧这个边上 挪一锅 这个多长时间转一次呀 大概两分钟左右 就转一次就好了 两分钟左右转一次锅 对 现在呢就热锅 就给它放进去 稍微的煸炒一下 一来呢 等一下煸出来的油脂 我们是要用的 这个油要用 没错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包仔饭不服的第二个秘诀 一定要加油 要把腊肠腊肉里面的油脂煸出来 再搁到这个包仔饭里 没错 这想想就像了 你看多余的油脂就在一个锅内了 再加一点点热水 搁在这个锅里 对 你看闻到这个里边 就很浓郁的辣味的味道 酒香肉香 是的 现在呢顺着锅边给下去 为什么要顺着锅边搁在盖上呢 你这样浇上去的时候 其实在边上油就下去了 它顺着就渗到了锅底 没错 都是家的味道里面的小妙招 是 对 米哥你帮个忙 然后做上一点点水 好嘞 烫一下青菜是吧 姐 你看咱俩都被吃饭过了 他们家做饭的这个传统就是 一家人一起做饭 烫得别人咸着 对 爷爷经常搅拌菜的 煮着棍子 我来走 这就是家的那种感觉 一家人都参与 这个老老小小都在一起 也是互相交流感情 也是一种温暖的传递 厨房是家的圣地 为什么呢 它就是家人在一起 把感情连接得更紧的力 这个时候加一点盐 好 烫青菜要加盐 对 大概一勺左右就行 好 我来帮您烫一下 好 放进去大概十秒钟就可以捞出了 十秒 好 我们稍微地给它淡一下这个菜 十秒钟到了 对 水开就可以了 我们把菜捞出来 这为什么要切这么多葱 其实包仔饭葱花多一点 好吃 好吃 对 而且我今天做的这个 跟你们见到的可能也有点不一样 我今天做的是有点不同 就会加上油 煸一下葱花 对 把葱油炸出来 就要这葱油味 对 你看这温度上来了 对 香味 浓浓的香葱味已经出来了 专门为包仔饭做的这种豉油汁 香气非常的浓郁 而且里面有这种浓浓的葱香味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 好香 然后我们就把它青菜摆上去 一窝包仔饭 其实那是葱素搭配 没错 那最后三十秒我们就开大一点点火 让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点 为什么要开大火呢到最后 还是让它有那个表皮是有一点发焦的感觉 锅气 对 锅气 明白 我看刚才姐姐那个酒不错 我们最后的时候 为了让它增加这种锅气 可以加一点酒 姐姐那个甘蔗酒 你听说过去 看看她的姐姐的酒 姐姐那甘蔗酒 要不然给她先用点吧 行 好吧 那就把我们闪南的甘蔗酒 给你倒上 好 给它浇上去 然后让它这样找一下 这窝包仔饭 其实也有了闪南家的味道 甘蔗酒 这是我从我们老家 我表妹酿造的 可以加一点酒 姐姐那个甘蔗酒 那就把我们闪南的甘蔗酒 给你倒上 好 在我们老家最正宗的吃法 一定要切块 也是我们传统文化 一种孝道和爱的一种传递 我要捞一下啊 这个过程不断的这个要临近还要捞一下 对 在广东这个拌也叫捞 我们这个一捞一帆风顺 二捞 二龙四周 三捞 三杨开泰 四捞 四喜发财 五捞 五福林门 六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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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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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漂亮 不远千里也能感受到的那种 浓浓的家乡人寄托的味道 砂锅内加入热水 放入提前浸泡好的米 不断地搅动 煮成桌座 把腊肉 腊肠 腊鸭切成块 在锅内煸出油 把油加入开水 然后浇在锅盖上 把腊味摆放在锅内 烧制的过程中不断地转动锅 广东菜心焯水 葱切葱花 锅内加入油 加入葱花 加入酱油 蚝油 做成料汁 把菜心放入锅内 盖上盖 浇上酒点火 激发香味 把料汁淋入表面 搅动均匀就可以吃了 这里给大家跨个重点 在烧的过程中 一定要不断地搅动锅 这样可以防止糊锅 所有成分来自熟悉时代 我的私藏鲜法 太太乐原味鲜酱油 就喊您回家吃饭 让我抱孩子 挺好 抱一下 好 叔叔抱吧 让叔叔抱一下 有选择性的 真的 我再来一会儿吧 为了配合一下 我个人认为 孩子是非常不说瞎话的 好吃就是好吃 好看就是好看 帅就是帅的 这没招 就是不能抱 抱一下 不说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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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